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兄弟联细说Linux视频 我是沈超老师 在屏幕上有我和李宁老师的微博联系方式 还有我们兄弟联的官方论坛 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跟我们进行交流 我们本章继续来讲解Linux系统安装 讲第三小节Linux的系统安装 我们经过了准备 前面我们既讲了VMware的训绩使用 又讲了系统分区的使用 那么我们终于可以安装Linux操作系统 我们在进行Linux教学的过程当中 总要有一个Linux用来做我们的练习 当然我们进行一次系统安装 也会就Linux上有一个直观的这样一个体验 所以我们今天就负责把Linux安装出来 当然我们继续使用的还是训绩来进行 Linux现在的安装已经变得非常简单和漂亮 它的安装界面甚至比Windows做的还要这个旋 或者说它做的更加贴合人性 那不多说了我们就来安装吧 启动我们的训绩 在之前我们讲VMware使用的时候 这个训绩机已经装好了 不过这个训绩机是一个空盒子 里面并没有做任何的Linux操作系统安装 就相当于我们去中湾村 传了一下电脑 刚把最后一颗螺丝拧上 里面是空的什么都没有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需要把Linux操作系统安装到这个训绩里 那我们来看看应该如何做 首先啊 这些左侧的这一块是硬件 我们可以进行我们的运件调整 比如说改改内存 在内存这里大家小心 我们使用的散通S6 要想启动图形安装界面 那么它需要使用到的内存 最小是628兆 当然如果你的内存 你的真实机的内存足够大 这个时候你可以给它给的更大一点 给训绩的内存更大一点 这样的话我们的训绩呢 使用起来会更加的流畅 更加的快速 当然我说最小不能少于628 如果小于628兆地 我们的Linux只能采用自负界面安装 而不再可以使用图形的能力 那我就用628兆 好了 超个比较抠啊 就给它最小的这样一个大小 然后呢 这时候需要注意 我们是安装虚拟机 所以并没有一个真正的Linux的安装光盘 但是我们可以使用虚拟机自贷的这个 它模拟的光区来使用ISO镜像 这个ISO镜像 我这里已经下载完成 下载完成 我们来安装SantoISO 6.3 这个ISO镜像 大家可以看到 我这有很多ISO镜像 ISO镜像呢 大家可以去SantoISO的官方网站下载 都是免费了 那我事先下好了 因为比较大 它的第一张光盘就将近四个G 第二张光盘又一个多G 所以我提前下载好了 这个时候呢 只要点击这个第一张光盘 选择打开 就会把光盘镜像 ISO镜像放入虚拟机光盘 大家可以把这一步理解成什么 就是我们真实机当中 打开光区 没有了光区 打开 然后呢 找了一张Linux光盘 放进去 合上 这就是我们现在做的这个步子 只是虚拟机是通过这个ISO镜像 来进行明理的 所以放好了光盘之后 剩余的这些进阶 没有必要非要调整 那么我们到后面 如果哪一些地方需要调整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到后面可能需要改一下网卡设置 后面再讲 现在我们把光盘放进去即可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给我们这个讯息通电了 在这里 讯息的这上面 看有打开电源 关闭电源 讯息还有个好处 是挂起 挂起啊 相当于暂停 就会把我当前的这个操作系统状态 直接给卡住 当我需要再使用的时候 只要点恢复 它就马上可以恢复过 它比重启一件操作系统要快速的很多 当然真实机没有这个功能 我们在虚拟机里才可以使用挂起 那现在 因为我们还没有安装任何一个操作系统 或者说我们这个虚拟机还没有开机 所以这些都是灰的 我们只能选 打开电源 好吧 打开电源 进去之后 一定要把鼠标点进去 在刚刚那个vmware出现的界面当中 我需要大家使用f2键 大家可能会看到 我刚刚敲的非常快 为啥 那个f2键 按的那个界面 就是刚刚那个vmware启动的界面 非常短暂 如果你的电脑性能越好 就越可能这个 这个界面的时间就会越短 它有可能会重启好多遍都进不去 那我们nf2键进入的是什么呢 大家可以看到 进入的是BIOS 诶 什么是BIOS呢 大家可能都知道 在我们的真实计算机上 在主板当中是有一个操作系统 这个主板操作系统 我们称作CMOSBIOS 其实大家不用知道这些关键座 你们只要知道什么 这是个什么东西 这是主板上自带的一个操作系统 它主要是用来进行 我们计算机那些基本的信息设置 比如说 主板的一些信息 系统的时间 等等等等这些内容 那我们为什么要进到这个BIOS里面呢 很简单 我们的计算机啊 默认是通过硬盘起动 但是我们这个讯息现在是空的 硬盘里面任何数据都没有 都没有 那这个时候呢 通过硬盘启动 它只会报一个错误 系统找不到操作系统 那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是通过光盘启动 只有通过光盘启动 才可以进入安装界面 那怎么把硬盘启动改成光盘启动 注意啊 鼠标点进去操作的是讯机 如何把鼠标从讯机里面切出来呢 按Ctrl Alt快捷键 看这个手又有了 那我现在把鼠标点进去 按右键 把光标移动到Boot上 Boot意思啊 顾名思义启动 这就是它的启动顺序 谁靠上 谁的启动顺序优先 谁靠上 谁的启动顺序优先 大家发现光盘是位于第三个启动顺序 它是在硬盘之下 所以默认会从硬盘进去 那这时候我们要做的事情是 把光标移动到光区上 CG Room 然后按加号 加号 按一下 看CG Room是不是变成了第二个 再按一下 CG Room就变成了第一个 这样的话 我的计算机就会从光盘启动 注意 这样的话就算改完了 不过呢 超哥可能不一定会保存 不一定会保存 我选择退出的时候 我会选第二线 不保存进去 有人说 那这样的话 不就把我刚刚的修改 没有做保存吗 没关系 我们的虚拟机非常智能 当我第一次启动 里面没有任何操作器 它默认就会自动的调整 启动顺序 从光盘启动 当我安装完操作器 之后 它就会自动的又调整成为 通过硬盘次 不过 这个虽然非常方便 但是真实机没有这个功能 所以呢 真实机必须先 第一次安装 把光盘调整成 第一个启动顺序 当我装完之后 一旦装完 我还要把这个启动顺序改回来 把硬盘变成第一个 如果不改回来 就会变成 每次启动 都是通过光盘启动 每次启动 都是重新安装操作器 这当然不可能 不过 我们说 俊机可以省略这样的步骤 我们这里 只是告诉大家 在真实机上 需要调整启动顺序 需要调整 但是虚拟机呢 我们可以选择 不保存退出 这样的话 可以节约这种简化操作 最起码 当我装完linux之后 我不需要把它 重新再改回硬盘启动 它默认就会 那我们就不保存退出了 好了 他问你 真正不保存吗 好吧 我确定 好 就刚刚那个VMware界面 在那个界面当中 F2界 你的电脑性能越好 那个界面 时间越多 好了 这样的话 我就会看到 我们的linux的光盘启动界面 默认 在光盘启动界面当中 有这样五个选项 诶 我在幻灯圈里 也写了 这五个选项的作用 五个选项的作用 那么 我们分别来看一下 第一个是说 升级或者安装 现有操作系统 那我们待会啊 肯定就是用这个选项 来进行 我们的操作系统安装 那第二个选项呢 是指的是 是安装操作系统 并且使用基本的图形的驱动 第三个呢 是说 使用我们的linux的修复模式 诶 修复模式啊 主要是进行一些linux的错误的 系统错误修处的 那这种模式当中 我们可以写这个修复很多linux当中的错误 我们在后续的课程来讲这个模式 那么第四个模式呢 是从硬盘启动 不同的光盘 第五个呢 是检测一遍内存 诶 那我们选的应该是 第一个 好了 回车 好了 linux开始进行系统自解 小心 你的内存必须大于628帐 否则不会进入图形安装界面 我们会进入linux的自分 那图形界面 要比字符界面简单和更加可靠 而大家可能会说啊 老师 你看你的图形界面就这样吗 一个蓝色的窗口模式吗 啊不 他这里只说啊 他发现了磁盘 或者说发现了光盘 问你是否需要检测一遍光盘 那我们不要 我们选择skype 因为这个光盘是我们下载好的 没有任何问题 不需要检测一遍 就只会耗费时间 我们skype 好 稍等 不检测光盘 他开始检测你的显卡和内存 只要显卡和内存支持了达到他的要求 哎 就会看到我们这样一个安装界面 这个安装界面啊 现在看 看不全 所以我把它放成全屏 全屏的快捷键非常简单 Ctrl Out 加回撤 那要想退出全屏呢 只要点这个就会回来 好了 还是一样看 鼠标点到讯息里面 按Ctrl Alt 回撤 全屏 好了 那我们就通过这个全屏界面来看 这是我们SantoS6的欢迎界面 来做的很漂亮 等于下一步 问题安装旅言 那咱们都是中国人 我们选择简体中文安装 各位这里选英文安装没有问题 但是如果选择英文安装 你一定要记得 你一定要记得在后面的安装包选择的当中 要选择中文字体 否则的话 我们就需要在安装之后手工安装中文字体 这会变得非常繁琐 那为了照顾绝大多数同学 我们使用简体中文安装 然后下一步 大家惊喜的发现 我们的界面完全变成了这样一个中文界面 这会让你选键盘 默认美式键盘 下一步 问我们使用基本的存储 还是用一些网络存储 现在没有 我们只能用基本存储 下一步 好了 问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有可能会把你当前虚拟机的 这个硬盘当中的数据会清空 你真的需要继续吗 各位我们这是虚拟机 我们本来就是一个空的 里面没有任何数据 所以当然是 是了 这时候就会到下一个界面 下一个界面 需要给你的虚拟机起一个 主机名 各位 主机名啊 在这里 我建议大家不要做修改 就用默认的主机名 原因啊 其实Linux对主机名并不明 Windows是这样的 在局域网内 不光HTD是不能重复 主机名同样不能重复 否则这台计算机不能上 不能访问另外一台 两个主机名相同的这台计算机 不能互相通信 但是Linux没有这个特征 所以呢 我们就可以所有人都用 Local House 我们就选这个 不改了 下一步 选择我们的时区 这里 在选择时区的时候 我们可以发现 有中国东部实践 这里显示的是亚洲上 但是大家包括 看啊 包括了北京广东 等等 所以就是这个默认时间 默认时间 选择这个时区就可以了 不用再去找北京了 这下面是没有北京的啊 只有这个中国上海就可以了 当然还有广州时间 还有这个重庆时间 还有香港时间 就用这个上海就可以了 选择下一步 需要给我的管理员设置一个密码 那说到密码 我们这里有些东西要说 有些东西要说 我们来看看幻灯片 来看看幻灯片 来看看幻灯片 我们说 对密码来讲 需要遵守一定的密码原则 密码原则当中 主要指的是这三种原则 第一种是复杂性原则 复杂性原则 第二种是 逆记性原则 第三种是 时效性原则 我们一个一个来说 复杂性原则 指的就是说 你的密码 首先应该大于八位 其次 大小写字母 数字符号 大写小写数字符号 这四种字符当中 包含三种 就是复杂性 还有 还有注意 你的密码 不能是英文单词字典当中 能够查到的单词 比如说 Hello 就不能作为密码 这样的话 被破解的可能性 就会大大增加 第三个就是说 你的密码 不能跟你自己的相关信息相关 比如说 比如说 我的身份证号 我好记 我们家的电话号码 我肯定能记 但是 这种密码 非常不符合密码原则 因为 对你稍微了解一点 就可以很轻易的猜出你的密码 所以 密码复杂性原则 指的就是这三个内容 那 第二个原则指的是 一记性 一记性 说起来 很好 很容易理解 就是好记 那怎么样的密码好记 有人说了 我的身份证号好记 我的生日 我不会忘记 但是说了 这个是不符合密码复杂性的要求 那 什么样的密码 记好记 又符合我们的复杂性要求 我们给大家的建议是 选择一个 你喜欢的歌的歌词 你喜欢的名人警句 或者等等吧 其实说白了 就是应该是 选择一句 对你有含义的话 比如说 超哥写这样一个密码 写这样一个密码 好 其实这个是我们在 兄弟脸学习的 这个汉女拼音的数字 当然 这个密码 不合格 我需要进行一下变形 怎么变形呢 我们这样写 我们在 去用 加一个符号 加号线 后面呢 是 地 连 学习 这样的话 我们就觉得看 首先 它够长 其次呢 包含小写字母 大写字母 还有特殊符号 还可以干嘛 进行一些变化 比如说这个在 非常像数字二 我就换成数字二 这样的话 它就会变得非常复杂 而且 我敲几遍 你就可以很轻易的记住 记住这个密码 这就是我们说的 其实意记性 最根本的上面是 说一句 对我们有含义的话 经过这个话语 进行变形之后 这就是我们的合理密码 比如说 当年超哥在进行 游戏运维的时候 在进行游戏运维的时候 我们轻轻使用的密码 就是这样的 我给大家敲一下 看看大家能不能 记住这个 看出来我在写的是什么 当然 这个是沃德的 Office的自动母圈 小密码是这样 大家一看一头雾水 不知道是什么 是吗 那我说 这个密码是 飞流直下 三千尺 也就是说 我们当时是用一些唐诗 进行变形之后 做的密码 这样的话 只要我们 敲几遍 这个密码 就可以非常容易的记住 而且 还跟我的个人信息不相干 所以啊 我建议大家 密码原则 应该使用 一进行原则的时候 应该使用一些 对大家有意义的话语 来作为密码 好了 这个很有意思啊 我们就说到这儿 那么 时效性呢 也非常容易理解 时效性 主要指的是 你的密码 应该近期更换 我们说 最好 应该每三个月 也就是 每90天 更换一次密码 最长 最长不超过半年 180 那这里啊 超哥可能就要问大家了 你们的密码 有多久没有换过了呢 很多同学就会说啊 我自从有密码开始 到现在就没有换过 好吧 你的密码已经不符合了 密码 所以 请你更尽快更换密码 好了 这是密码原则 密码原则 我们说明白了 我们回过头 继续来装我们的 Linux 那 这里啊 我们就开始给他写个密码吧 那 这种虚拟机的密码 可能就没有必要 非要遵守密码原则 我们可以用简单的 123456 来加记 当然我说 123456 是不符合密码原则的 但是因为 这是实验用虚拟机 不会在真正的互联网上使用 所以我就暂时这样 选择 123456 剪辑下一步 会出现这样一个提示 说 你的密码过于简单 不符合密码原则 但是 如果是 如果是其他用户设置的密码 必须要求你强制符合密码原则 但是因为我们是安装 安装人员 也就是说 Linux认为我是管理员 在Linux上中啊 管理员拥有绝对权权 可以这么理解 对其他用户的各种能量的限制 对管理员来讲 都没有任何效果 也就是说 这里我可以选择 无论如何都使用 普通用户 如果是密码 一定要遵守密码原则 但是 因为我是超级用户 所以 我选择 无论如何都使用 好了 就通过了 哎 各位 但是我们说 虽然超级用户很爽 可以很轻易的突破一些用户限制 但是我们说 这些用户限制都是有道路的 所以呢 没有特殊情况 哎 比如说今天这个做实验的虚拟机 其实就是特殊情况 我们不应该使用这么简单的密码 应该遵守密码原则 好了 密码说了这儿 这里是说 我们的Linux应该进行怎么样的分区 那他可以说使用现有空间 替换现有的Linux 缩小现有的系统 或者使用空余空间 那我们今天因为是学习 所以我们使用自定义 我们手工来进行 选择自定义 然后下一步 进完之后 大家会发现 我们的整个SDA SDA我们学过了 代表第一块 SKUS或者是串口硬盘 它的现在20个G空间 都是空间的 没有做任何分区 这个时候 我就可以选择创建 分区我们讲过了 分区我们讲过了 我们要分的分区 最基本的就是跟分区 SWAP交换分区 和BOOT分区 那么在这里 大家会发现 在生成分区的时候 有标准分区 和这个RAID LVM 其中RAID和LVM 是高级文券系统的内容 我们在后面的内容当中 给大家介绍 我们今天只采用标准分区 所以就选择标准分区 创建 好了 挂载点 我们说了 挂载点 大家可以当成盘服 对待 下拉 看 有这么多 根分区 不得分区 等等等等 其实我们说 挂载点可以是任何一个目录 比如说 我自己创建一个跟下的一二三步路 也是可以做出刚才键的 但是 这个就不是必须分区了 我们说 必须分区 我们就是先分 不算分区 各位 其实是这样的 假设我先分根分区 文件系统是EST4 它的大小 我应该指定 我们习惯是这样 你的硬盘有多少剩余空间 都会最后给根 如果我先分根 我就得算 我还有多少剩余空间 这有时候很难算清楚 那这个时候 我只是举个例子 那我假设给根分区分 给根分区分两G吧 好了 简确定 根分区就创建完了 对Linux系统来讲 这个分区号一 它是自动检测的 理论上来说 谁先分 比如说我先分的根分区 分区号根分区就是SDE 但是 这里我发现 如果再点创建 标准分区 我来分BOOT分区 BOOT分区我们说 200兆币足够了 点击确定 大家会发现 BOOT分区会自动跳成 第一个SDE 原因很简单 BOOT分区 大家可以看 这上面有个硬盘的 这个示意图 BOOT分区是用来 系统启动的 我们的Linux的一些 系统启动信息 一定要放在硬盘的 最开始的位置 那我们如果把BOOT分区 单独分区 BOOT分区是负责管理 启动 它一定也要包含 硬盘最开始的 这一部分启动信息 所以不管怎么样 你BOOT分区只要分 它一定就会变成SDE 它会激动往线跳 如果你强制的 人为把它改成别的 会造成系统的 不能平常系统 所以大家注意 BOOT分区一定会是SDE 不管你先分谁 好了 那我说了 根分区不够用 那我们两个G 肯定不够 那怎么办 删了它 重新再分 我刚刚先分根的目的是 为了告诉你 这个BOOT分区会自动往旋 和跳 那通过这个 大家会发现 这个系统硬盘分区的分区号 其实是我们Linux自动分配的 我们要做的事情是 能够看就可以了 好了 接下来我们继续 标准分区 还是这句话 跟分区最后分 那我们干嘛 分交换分区 SWAP 那么大家会发现 在挂展点这里 没有SWAP分区 有人很聪明 说那老师 我们自己在这写呗 哎不对 SWAP在哪 我们看 文件系统类型当中 点击 在这里 它是跟EST3 EST4 这种文件系统类型 并列的 所以一旦选了SWAP 看 挂载点变成了不适用 我们说挂载点 就是分区的盘服 那我们可以想象 没有盘服 这个分区就不能正常使用 那为什么SWAP分区 没有盘服呢 很简单 SWAP分区不是给用户用的 这东西是由 利用式的操作系统 或者内核 它直接就要用的 所以它根本不需要盘服 有了盘服 反而是不正确 所以小心 SWAP给 在这里 它没有挂载点 大小呢 我们说过 SWAP应该分内存的两倍 但是超过两个G 就没有意义了 那我们现在是628张内存 为了便于计算 我就分成一个G吧 其实我们后面的学习会发现 SWAP这个东西 它对我们的系统的性能的影响 其实极小 其实分的不用太大 一个G就够了 虽然没有砸到那些两倍 好了 确定 接下来 我还要进行新的分区 比如说 我打算给我的 货目目录 单独做一分区 其实说了 除了根分区 SWAP分区 布图分区 剩余的分区 根据你个人的习惯 或者说 根据你服务器 打算用来干什么来分 比如说 我这个服务器装完 我打算用它来做一个文件服务器 文件服务器指的就是 允许用户上传数据下载数据 那文件服务器 默认的上传位置 一般就是货目录 那这个时候 我给货目录单独分区去 这时候 用户上传和下载的数据 都会在一个单独的硬盘空间当中 这样的话 它的安全性会大大增加 而且我们的后续很多操作 比如说磁盘配额 会变得非常方便 当然 这些目录都不是必须分区 而是 根据你的个人使用习惯 或者是跟你的服务器 服务器以后的用途 可以自尽制 那我现在假设 我要给货目分区 给它分两个G吧 好了 这时候就会发现 哎 看 第一个空间是布团 第二个是那个 呃 后目 第三个是slap 哎 它的这个顺序也是自动调整的 那我再来分 最后 把根分区创建 给根分区分的时候 使用全部可用空间 我就不再 去自己去换算 需要给它指定多大空间 一旦简介 按理说 根分区应该是sdv4 那但是我们看看 看 根分区变成sdv5 原因很简单 当你分第四个分区的时候 Linus系统很难确定 你是否还会分更多的分区 我们已经知道 一块银盘最多只能支持四个指定区 那这个时候操作系统为了p 你还可以会分更多的分区 所以它会默认的 把第四个分区变成扩展分区 然后呢 把你分的这个根分区 变成第五个分区 也就是第一个逻辑分区 那这些都是它自动检测的 我们能看懂就行了 好了 分区 或者说基本分区就是这样 其实我们说 我们刚刚讲分区的时候 讲的一头雾水 全是原理 但是真正分的时候 我发现它其实非常简单 没有多难 那这就好了 我们点击下一步 当然分区还有高级分区 我们在后面的课程当中 再来讲解 先分好基本根据 安装操作系统 下一步 问你是否需要格式化 那我们说了 格式化的目的是为了写入文件系统 不格式化的硬盘是不能正常使用的 因为它没有隔断 所以了 一定要选择格式化 好了 将修改 切入此盘 稍等 哎 再格式化 好了 还是速度非常快 格式化完成之后 它会告诉你 问你 将引导程序安装在哪个位置 什么是引导程序 我们后面再说 现在默认就可以了 下一步 好吧 这时候出现了一个安装选项 问题 需要把你的操作系统当中安装哪些软件 安装软件可能相距来说较多 我们通过幻灯片看一下 哎 那么幻灯片看一下 在软件帮选择当中 有这样一些选项 其中是桌面 也就是说安装图形界面 安装最小化的图形界面 最小化安装 安装基本的数据服务 安装数据库服务 安装网页服务 安装虚拟许主机 安装软件 软件开发服务器 其实指的是什么 如果你的服务器打算用来做 做什么不同 它所安装的软件就会发生 也就是说 如果是个人用户 我们都建议大家安装桌面 否则因为图形界面操作更方便 但是如果是服务器的话 我们建议大家采用最小化安装 原因很简单 最小化安装 你的Linux占用的资源越是最少 可以腾出更多的资源 给其他用户或者服务使用 而且 安装的服务越少 我启动的服务越少 报错的可能性就会越低 或者说被攻击的可能性也会有 超科医师举例 说 如果你想不犯错 怎么办 那只有一个办法 天天躺到床上 除了吃什么都不干 那基本上犯错的可能性就会大大 那操作系统也是一样 装的服务越少 启动的功能越少 报错或者被攻击的可能性就越少 所以一般的服务器 我们都会采用最小化安装 那换句话说 因为最小化安装 所以我们的服务器都不会有图形节能 它的应用性会大大降低 但是稳定和安全会大大降低 那我们说了 对服务器来讲 我们不考虑运行 因为维护服务器的都是专业工程师 哎 各位同学既然看我们的教程 都是打算以后变成专业的工程师 所以呢 我们在服务器上不会有图形节能 全都是采用纯自负见面来进行管理 所以我们的书和视频 也只会去讲 自负见面管理 而不会去说图形 原因很简单 我们培训的或者说培训的都是专业的技术 好了 那这里啊 我们回过头 知道了这些东西是什么 我们就可以选了 那么这里啊 如果选最小安装的话 会有很多命令 在使用过程当中 一开始就没有 那这个时候啊 会对我们的学习造成一定的影响 因为呀 我们要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 才会去学习远跌安装 那在这之前呀 我们就不具备远跌安装的能力 那很多命令就无法使用 所以我们跟服务器还不太一样 我们建议大家选一个basic source 也就是说基本的服务 这样的话 常见的工具都会装好 等我们碰到没有装好的东西 那时候我们已经讲过了远跌安装 那之后就无所谓了 手工装就可以了 但是暂时呢 我们还不能跟服务器完全一致 我们选择basic source 当然这个根据大家习惯 如果你对Linux本身就比较了解 可以选择Linux 或者你愿意装一个图形界面 看看是什么样子 也可以选择Disk Top桌面环境 那这里超哥选的是basic source 好了 选完之后啊 如果你对Linux非常熟悉 你可以不用他给你给装好的这种集成的软件包换你 你可以选择自定义 如果选择了自定义 看我选择下一步 就不会安装 而是会出现更加详细的Linux安装选择过程 虽然啊这些过程是纯中文的 但是确实需要你对Linux有一定了解 才可以正确的来配置这些软件包环境 那所以并不建议初学者进行自定义安装 除非你对Linux非常熟悉 这里强调一点 如果你是英文安装的 不是中国安装 在语言知识当中 请你在这里选择中文知识 否则 我们就需要手工 在之后的过程当中 手工安装中文自己 就会变得非常麻烦 那我们这里 还是跟初学者一样 我们不选择现在进去 选择Basic Server 这时候一旦剪辑下一步 我们的安装过程 就会继续 大家可能会发现 我们的Linux在这个安装过程 我们的安装过程 其实现在比Windows已经做得更大便宜 Windows呢还是一种 蓝屏的窗口模式 但是Linux呢 现在已经是一个非常完善的图形界面 安装 也会变得非常非常完整 而且也非常简单 好 大家 经过了一段时间等待 我们的这个安装过程完成了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需要选择 重新引导 来重启Linux操作系统 那点击它 操作重启的时候啊 也需要一定的时间 但是啊 大家注意 如果是真实机 在这里 我们可能就需要 在刚刚的界面下 重新再进入我们的刚刚的Bias设置 把它变锤 我们从由硬盘启动 才可以进入这种启动界面 否则啊 再次重启 还是通过光盘启动的话 又会看到安装界面 哎 大家发现 虽然散动S6.3 现在的启动的程序更多 也比我们的5.5公分更加强大 但是 它的启动顺序 要比我们的 要比我们的 这个 呃 启动的这个时间 要比5.5还要更快 那启动完成之后 这就是我们的Linux的界面了 而因为我们没有安装图形界面 所以呢 变成了一个纯粹的黑白的字幕界面 很多同学啊 会说 这种界面太古老了 看起来跟最早的老师DOS一样 等等等等 那我们说 这就是我们的Linux界面 确实看起来不是太漂亮 但是服务器上 我们要求的不是好看 而是稳定和安全 这样的操作系统 才会变得更加稳定和更加安全 只是给我们的学习带来了一个更大的难度 那在这个界面呢 它是需要让你输入登录的用户运和密码 那Linux的默认管理员是ROOT ROOT 这是Linux的最高用户 也就是权限最高用户 我们把ROOT用户啊 也叫做Superman 也就是把内裤穿在外面的那个男人 他在Linux当中无所不能 没有任何权限可以限制ROOT 当然这是早期的 现在我们Linux开发了一些 为了限制ROOT用户 开发了一些其他的 我们后面讲 那我们说这里啊 现在暂时看他 他是一个无所不能的超级 超级英雄 回车之后 需要你输入给刚刚ROOT用户设的密码 也就是我们刚刚安装过程当中设计的密码 密码是123456 大家注意密码我已经输进去 但是Linux没有刚刚像Windows那样 歧视一个一个信号 但是大家小心密码已经写进去了 这时候直接回车就可以了 而不用再去考虑 我为什么没有看到信号啊 等等这样的一些原则 好了 这就是我们的Linux的登录界面 哇塞 这个界面好像感觉很古老 那学习这种古 这么古老的界面 所以就会变得比较困难 当然啊 在这样古老的界面当中 我们做一些操作 大家可能就会觉得 哇 这个人好厉害啊 我们今天有学员说 哇 老师 你好厉害啊 你改的这个东西 改的什么东西 我完全看不懂啊 感觉你是一个顶级大牛 其实我就可以的IP地址 这是开玩笑 这个东西确实是呀 好了 改完之后呢 我们LS命令 命令我们 明天我们下节课介绍 在这里呢 我们看一下 在root目录下 默认有这样几个文件 这几个文件是干嘛的呢 哎 我们来通过幻灯片看一下 在我们的 我说过 根目录是Linux的最高一级目录 根目录下会有一个root的一级目录 这个目录是我们管理员的家目录 什么叫家目录 家 家庭的家 他指的就是说 我们这种界面是纯字符见面 那他登录之后总得有一个初始登录位置 每个用户都会有自己的初始登录位置 管理员的初始登录位置是根下的入层目录 也就是这个目录 那普通用户的家目录是根下的后目录下 跟用户名相同的目录 也就是说 如果我有一个a用户 aa 那aa用户的家目录就是根下 后目下的aa目录 这个家目录目录 它是默认创建 每个用户都有 管理员的是根下的路 在root下 也就是我们刚刚看到了这几个文件 看instalog instalog.cslog anycont.ks.cfd 这几个文件是干嘛的呢 这是我们的安装过程当中的一致 instalog.log 记录了我们安装过程当中 装了哪些软件包和它的版本 instalog.cslog 记录了我们的安装过程当中产生的一些事件 anycont.ks.cfd 是记录了Kickstart的这个配置文件的各种 这个我们需要说一下 这个Kickstart指的是什么 我们的linux是这样 如果我需要同时安装好几百台 或者好几千台东西 当年超科在做游戏认为的时候 不算交换级的游戏 光服务器就有三千台 三千多台服务器 如果完全手工安装 会类似更多 那怎么办呢 linux准备了这样的无人之手 什么叫无人之手 就是说不需要用户参与 它会自动安装 那既然要自动安装 它不可能凭空安装 而是要依赖一个我们已经装好的服务器 比如说我现在把这个装好的服务器作为模板 其他的服务器都依赖我 这个跟我的服务器装的都一模一样 那它总得有一个配置文件可以依赖吧 依赖的就是这个 anycont.ks.cfd 也就是这个文件 也就是这个最后这个文件 这个文件 那各位 这就是我们几个安装日志 知道了这些 我们的安装过程就结束了 总结一下 今天我们使用了光盘 进行了图形界面的利用相对 安装过程纯图形界面 而且是中文支持 界面非常华丽和漂亮 安装过程呢 只要点击下一步下一步 只是我们需要注意几个地方 第一个地方就是 在分区选择这里 要按照我们上节课所讲的分区内容 进行定义分区 接下来呢 就是在时区内容 时区这里 我们只要选择我们的这个 这个上海时间就可以了 最后呢 我们只要注意给我们的Linux呢 设定一个管理员和立密码 然后就可以正确的进行安装 安装完成之后非常简单 而且它的时间也比较快速 安装完成之后 就可以使用这样的方式来进行登录 只是我们用了纯字符界面 登录起来看起来比较黑啊 那同学们可以尝试安装图形界面 它看起来就会漂亮很多啊 非常漂亮 而且我们Linux现在的图形界面 已经非常完善 比如说一些常用的功能 比如说写个握着文档啊 看看剑影啊 都是可以很方便的进行 没有任何问题 好了 这节课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节课再见 如果你想和我交流Linux学习的问题 可以登陆兄弟联官方论坛 你就可以找到我 如果你有任何疑问 如果你想获取Linux的更多学习资料 请关注《奇说Linux》微信公用账号 你就可以找到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